你現在來幫忙參與展 對 然後還特別花一個 對 其實我是送給我自己的 因為這兩個禮拜很焦慮很焦慮 除了既定的工作之外呢 我多帶了一台手機 一直在看鬼怪 一直在看孔劉的戲 包括密探啊 旁邊擋一下 旁邊擋一下 再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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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歉 沒事 沒事 來 好 其實這個作品好像是送給我自己的 因為這兩個禮拜特別焦慮 再過48小時就要見到孔劉了 然後記者會之後 隔天又是見面會 所以我除了工作之外 隨身都帶著第二台手機 一直在看密探啊 在看鬼怪啊 咖啡王子啊 我連那個在機場通關的時候都在看 五分鐘 十分鐘這樣看 一方面很期待 也真的愛上它了 但二方面呢 就很緊張 就開始做噩夢 然後就夢到 我已經主持他的見面會 而且麥還掉在地上 然後現場一片尷尬 我想說那就把這畫出來好了 也當作是一種治療 讓自己想辦法淡定一點 也提醒自己禁止掉麥 同時也呼應一下 我們街上常看到的浩志 因為那時候拿到臉盆 我就在想說 欸 怎麼覺得好像交通浩志喔 可是我想畫一個 跟我有關係的浩志 對 所以除了掉麥還有最擔心 什麼樣的狀況 呃 因為從來沒有見過他 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彩排 每一次韓星的案例都不一樣 呃 希望他來台灣的時候 心情愉悅 然後 多說一點話 這樣我就可以少說一點 呃 希望他看到台灣的粉絲的熱情 呃 能夠毫無保留的 在台上跟我做互動 那為了粉絲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什麼事 準備什麼事 呃 老實說 包括服裝啊 什麼都還在想要怎麼搭配 呃 從一接到這個任務 就開始準備了 可是這兩個禮 兩個星期是密集的一個階段 因為太早看我會記不得 每天有太多要東西要去記 所以我大概就鎖定倒數兩周 是一個衝刺期 就是所有的電影 電視 雜誌 報紙 我都不看 我只要有空就是看孔劉 我看他的時數 比看我女朋友還多 非常的恐怖 但是也真的感覺到 啊 原來他真的非常非常有魅力 除了去年的失速列車之外 其他的作品 這兩個禮拜看完之後 我真的也愛上他了 所以那個主持的服裝 然後又上次那個 劍不會再用了 我不喜歡用重複的梗啦 會有一些新的想法 因為一套是記者會嘛 一套是見面會 呃 當然我也不是只忙這個啦 我最近也在忙家裡的事 所以我剛剛說來挑臉盆是真的 我真的是來挑家裡的臉盆呢 呃 然後同時 呃 其實我也覺得這就是藝術的好處 藝術真的是可以療癒人心 呃 讓大家在焦慮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抒發 所以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在 呃 即將要這個作戰之前 有一個療癒的空間 跟創作 教哥你現在算是藝術家 那對於古阿末這件事是 你怎麼看 哈哈哈哈 清選的就是 老實說這兩天 你也知道我五天 飛了三趟北京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回去研究一下再告訴你 沒有 他其實就是說 他用別人的影片重製 然後就現在被告上發 哦 那沒事啊 如果對他有意見的朋友 就拿他的影片來重製嘛 哈哈哈哈哈哈 就拿他的影片來重製 然後看看他會有什麼反應嘛 就是大家互相 我其實是以何為貴啦 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 是要捍衛他們的立場 呃 但因為我真的不太了解啦 原則上我自己是 屬於眼見微平行的 呃 我好奇的影視作品 一定是會親自去看 才會做一個判斷 所以我平常過去 也沒有受過他的影響 對 所以你比較不會說是看了 一點點電影片段什麼的 就可能就不去看那個電影 不會 再難看的電影我都會看到完 真的 因為我總覺得 蛤 哪一部啊 呃 就是你上次跟我說的那一部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我們真的有聊過 欸 我還真的都看完耶 每一部我都看完 因為我總覺得大家的心血 也許後面會有一些驚喜啊 搞不好片尾又彩蛋啊 所以我常常都是失望的 但是這就是我很累的原因 每一部我都一定要看完 沒有啦 蛤 沒有 孔劉的都好看 你不要這樣子 哈哈哈哈 剛剛我們知道你 除了主持 如果你們要做就是金城舞 金城舞 喔 對對對對 哇 這個禮拜是南神週喔 前兩天在北京做完金城舞 這禮拜六又是金城舞 金城舞之後兩個小時就是孔劉 呃 很榮幸 對 就是跟他們站在一起 其實很吃虧 再帥都沒有用 那心中愛他們兩個的排名 是要表情給你嗎 金城舞很早就認識了 像是初戀 那孔劉呢 是現在熱戀的對象 哈哈哈哈 啊 準備他們兩個 跟別人說什麼 金城舞的話 因為大家很熟了 所以基本上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都可以做很好的交流 孔劉的話 我當然還是要非常非常借重 翻譯老師 我現在接見面會 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指定一個翻譯老師 李老師 李老師是我這兩年合作起來 默契最好 那每個老師都很棒 可是默契這件事情 是難以取代的 所以很感謝李老師 也接下這個重任 我們一起來作戰吧 嗯 那教授你有提過 阿末的意見嗎 沒有 我就說我對這種東西沒有興趣 我只要 我 我就是想自己去看嘛 包括影評 我都很少看 我就是希望自己去了解 做出 呃 內心真正的判斷 不受他人影響 那教授如果你的作品 被有人訪到你的作品 做內容 你會不會心裡會不保險 你覺得有自己想 喔 有自己想說 哈哈哈 我想每一個 著作權的擁有人 對於這種事情 都會有一點介意了 像我也有寫歌詞嘛 我寫了幾十首歌詞 呃 還好因為寫得不好 所以沒有人盜用 但是 站在著作權的立場 這個是 確實是值得思考一下 嗯 所以你覺得說如果用到你的影片 你一定要先跟你告一句 我還好耶 你也知道我真的是以和為貴 我老實說 呃 只要不要傷害我的 呃 家人啊 或者說 我其實都還好 那 像前兩天我介意的事情是 一個典禮嘛 他們說 我放鴿子 這個我就會很介意 因為 我的形式作為很多人都知道 對 但是創作這個東西呢 呃 很難解釋啦 嗯 他一直要往那裡走 他一直要往那裡走 呃 不瞞你說 確實最近還有一些男神的 呃 活動的邀約 那 呃 偷偷透露啊 呃 跟孔劉有關 呃 報告完畢 那感覺不會很羨慕 因為家人都有這種機會 啊 我跟你講他很可憐 他沒有時間羨慕 他現在鬼怪才看到第二集 因為他在拍戲嘛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我在嗨什麼 我都跟他說 哇他好帥 我就在裡面這樣 然後他是不是這樣 我就一直在 一直在爆雷這樣 那他他又很恨 因為他就整隻看到第二集 對 然後呢他 呃 因為我的新家 廚房很大嘛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任務 是幫我 來caller挑 那個廚房的用品 那因為這些事情 他根本都應接不暇 所以 他沒有時間忌妒 那一陣子 都已經被殺了